刚才我就发现有一匙哥斯有点不对劲 我整体的照一遍朋友们也看一下 也可以截图 在视频下面评论留言 我看你们能看得出来吗 朋友们视频里面的鸽子 有没有发现有一只不对劲 就是它 刚才照到它的时候还不怎么明显 它已经不会飞了那种感觉 飞上飞下很恐惧 这是刚开架的一只小鸽子 我们把它拿下来 没看到没有 它就从这个下面 往上飞 它都有压力的 它都要在这里停留一下再往上飞 就是咱刚拿下我的鸽子一个月的 给它放在这里 它都不在 停留一秒钟 根本都不需要尝试直接飞上去 它为什么会停留一下 然后飞上去 从早晨我就发现它不对劲 我就想抓了看一下 时间来不及 小样还挺凶 现在我们抓住它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 小鸽子已经抓住了 这一只是那个红色大鼻子的后代 是属于西翁血腾的 有的朋友就想问这个 红色大鼻子 是什么血腾 它是 西翁血腾 是我们江苏这边很多鸽有 喜欢养的一个血腾是属于 超远程性鸽 这个鸽子我感觉是被撞住 早晨的时候 腿还一走一搏的 这一会状态稍微的好一点 我摸它的龙骨 也都是正常的 我最害怕的就是鸽子撞到 这个撞得不严重 再观察一下 还是有一点不舒服 能感觉出来 你看那个尾巴压的 正常的鸽子的站就是这种 然后像那一种 还有这样 它这个就好像是 毛迪宗超标一样 撞到不严重 它给这个下面的这个呢 它是 一起的 但不是一窝的鸽子 这一只 是红色大鼻子的 这个撞伤的这个呢是红色大鼻子 儿子的 侄子 是属于红色大鼻子的 孙子 红语点还是比较多的 就像那个昨天的那个视频一样呢 红色大鼻子这一窝出的又是两个红语点 它这个红色基因特别的 厉害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字幕 李宗盛